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據《日經》亞洲12月18日的報導 正在東京參加日本東盟特別峰會的 馬來西亞總理安華 在當地時間17日接受他的專訪時 將令吉近期疲遠歸咎於美聯儲的頻繁加息 並承諾將逐步減少馬來西亞對美元的依賴 增加本國貨幣在貿易當中的使用 巴士迪布評論員Anthony跟我們講講詳細情況 今年以來馬來西亞令吉對美元匯率已經下跌大概5% 10月下旬更創下25年來的最低點 成為除日元之外今年表現最差的亞洲貨幣 原因是在於此前美國聯邦儲備局的接連加息 在美元主導全球貿易的情況下 本幣疲弱以未著進口的成本增加 這樣也加重了新興經濟體以美元計價的債務負擔 兼任財長的安華17日受訪的時候他強調 儘管馬來西亞的經濟基本面是不斷地改善 但是令吉在同類貨幣之中仍然是持續走低 安華就說馬來西亞經濟增長是良好 失業率也低 通脹率也低 投資也不斷地擁有 令吉為何還會走低呢 這個和經濟的基本面是背道而馳 沒有人能夠解釋清楚 安華隨後他自己就給出答案 哦 原因是在於美國聯邦儲備局 安華表示儘管馬來西亞並不打算完全獨立於美元 但是他希望在貿易之中逐步增加本國貨幣的使用 以緩解美元走強帶來的外匯衝擊 據報導 馬來西亞一直向其地區貿易的伙伴 推廣使用本國的貨幣 根據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的數據 截至9月 馬來西亞和中國 泰國 印尼的貿易之中 分別有23.3%、19.7%、17%是以本幣結算的 安華還說 儘管馬來西亞面臨出口需求疲弱等經濟挑戰 但是他看到了包括來自中國、美國、日本、韓國和歐洲的 外國投資者的信心 在過去6個月 巨額投資是不斷地湧入的 例如 德國芯片製造商鷹菲利 這一次專訪還涉及外交的政策 國際局勢這些都是一個主要的話題 報導報導報導 在談及當前南海局勢的時候 安華表示 馬來西亞的觀點是 該國是不需要以敵對的方式將南海問題升級 以免影響與中國的雙邊關係 他呼籲各國要互相尊重 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強調任何國家都不能單方面決定這一類的問題 當被問及中美在東南亞的摩擦 安華說 偏袒任何一方都不會給馬來西亞帶來任何好處 他表示 馬來西亞的基本立場是與各方成為朋友 並進行接觸 不被視為任何勢力的棋子 安華說 我們是一個小的國家 但我們確實有遠大的抱負 我們會盡我們的所能 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12月13日 美國聯邦儲備局發布的意識決議顯示 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維持在5.25%至5.5%之間 自此外界普遍認為 美國聯邦儲備局本輪加息的週期結束 美聯儲自2022年3月開啟了本輪加息週期 自至今年的7月 一共加息了11次 累計加息的幅度達到525個基點 謝謝Anthony 北韓表示 週一發誓一枚火星18型洲際彈道飛彈 已確認他的核威攝力量的戰備狀態 應對美國逆迷加息的敵意 潮中社報導說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在現場觀摩有關的發射訓練 導彈飛行高度是6518公里 飛行距離是1002公里 準確落在目標水域 金正恩表示 這次發射向敵對勢力展示北韓的可怕攻擊力 以及絕對核戰壓制力 他又指出 加快鞏固發展核戰略武力的幾項重大任務 另外 美國 日本和南韓表示 已全面啟動實時探測 和評估北韓彈道發射的系統 並且進行更多三邊軍事演習 北韓先後發射彈道導彈 中國外交部表示 朝鮮半島問題錯綜複雜 對話協商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北韓繼星期一晚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短程彈道導彈之後 星期一早上再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二次洲製彈道導彈 在北京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 注意到朝鮮半島的最新動向 半島問題錯綜複雜 情勢的發展演變充分證明 試圖通過軍事威懾施壓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行不通 只是會適得其反 進一步激化矛盾 加劇緊張 對話協商才是解決半島問題的根本之道 中方希望有關各方正式半島問題癥結 以實際行動推動半島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 維護半島的和平和穩定 伊朗部分加油站發生故障 燃油供應暫停 伊朗指以色列和美國發動網絡攻擊造成 伊朗石油報副部長伊朗國家煉油與銷售公司首席執行官 薩拉利說由於燃油銷售系統和在線支付功能出現問題 伊朗六成的加油站已經中斷燃料供應 石油報長歐吉指系統遭到網絡攻擊 並且將問題歸咎於外部勢力 指以色列和美國在其他方面遭受打擊 因此試圖製造麻煩 總統萊希下令調查事件 並且敦促立即採取措施解決問題 一個曾與以色列有聯繫的黑客組織 聲稱對伊朗發動網絡攻擊 導致伊朗各地的大部分加油站癱瘓 這個黑客組織過去也曾聲稱對伊朗的加油站 鐵路系統和鋼鐵場等發動網絡攻擊 埃及全國選舉委員會公布總統選舉結果 現任總統蔡西得票89.6%勝出連任 蔡西將會展開第三個任期 今次投票率達到66.8%創出新高 蔡西和三名對手各續 結果她取得超過3900萬票獲勝 蔡西在2014年首次當選總統 2018年連任兩次得票都達到97% 回來看看本港新聞 正在北京的行政長官李家超 下午和不同的中央部委領導見面 李家超乘坐的專車 下午抵達國家科學技術部 李家超在星期一完成向國家領導人述職 匯報香港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整體情況 星期二和星期三兩天就拜訪不同的部委 星期三下就會回來香港 新一屆區議會在明年元旦上任 處理行政長官陳國基說 區議員必須將國家安全放在首位 否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只是淪為空談 政府週一公布區議員理職監測制度指引 陳國基說 很多在2019年選出的區議員沒有開會 或者開會的時候粗言畏語 甚至妨礙會議進行 導致區議會不能運作 因此這次當局定出規矩 希望所有區議員跟從 被問到有關指引會不會駁於細緻 以及部分有其他職務的委任區議員 可不可以做到這麼細緻 陳國基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 在昨日已經有部分後任區議員表明 不會造成壓力 因為一個正常的區議員 應該多會見市民要有辦事處 開會的時候應有的一些態度和行為準則 因此他相信對於一個真正服務市民的區議員 有關的準則是屬於正常事情 強調當局只是針對 如果將來有區議員不準則 或者做出一些不可接受的行為事 政府可以依照有關的規矩跟進 他有信心 今次絕大部分選出的外國外港區議員 不會有任何壓力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等罪的案件 踏入第二天審訊 控方開始就檢控時限爭議作出層次 控辯雙方在今早完成層次之後 法官將案件押頭至星期五 就法律爭議頒下裁決 控方在今日表示 檢控時限應該在全謀罪行結束當日起計算 即是2021年6月24日起計 而控方在2021年12月13日 向法庭提交文件表示會控告黎智英 全謀勾引及複製煽動刊物罪 所以沒有超過半年的檢控時限 辯方就認為在2021年12月28日 將黎智英帶上法庭進行首次聆訊 才是聽取控罪 才算提出檢控 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